日本語字幕 李宗盛 各位人友 阿彌陀佛 台北的天氣這麼熱 没有想到来参加法会的人 还是这么多 我相信今天 在我们这次的奉修里面 很多人有会想 本来不是精进博一吗 怎么突然间改变成念地藏经 甚至于平时在这个时间 我没有在这里出现 今天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这次在我们敬年恋佛会 有几位年友 一位长辈往生 大家很有孝心 就是利用共修的机会 来为长辈做妻 甚至做百日 我相信在现在这个时代 有很多人 亲情都已经非常的大 认为说 假如我在他在世的时候 我能够好好的孝顺 往生了 还不要来帮他面前 或者做妻吗 这种问题很多人就是说 平时长辈虽然非常疼爱我们 甚至于他在生病的时候 都不想去麻烦自己的子女 是走了并不代表说完全就没有了 有些人甚至于他已经往生五十年 六十年 甚至于是一百年后 如果他的心不能放下 他的恨意 或者是他的病痛 依然还是存在的 事实上这一次 我不是说特意要上来 那一位 在半个月前 台北巨洋公司 林老师告诉我们说 每一年都到我们公司去 帮我们大楼撒净一下 今年到现在还没有安排 然后我要上来 法满师说 我们这次真的有几位人友 在星期天要来这里共修 甚至为长辈来念经 问我可不可以留下来一下 我就说 那有这个因缘 所以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接友 事实上 就算我们现在在座的诸位 也许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就开始有接近佛法 然后去体会到一点佛门当中所讲的 生老病死的痛苦 可是往往有时候 我们好一点 或者是说自己忙一点 那就认为说 我平时我都有在持就在念佛 是不是说我自己在家里念几句佛号 我就可以回向给自己的长辈 其实不然 在这几十年来 我真的经过很多很多 跟大家接触的机会 最少我学佛一个甲子以上 然后我也出家出了五十多年 只要我稍微有一点点松懈的心 在看到某一个人 因为自己过去是弄造业 然后这次受报受得很厉害 或者是他的长辈对孩子非常怀念 他的孩子在他往生以后 真的死的时候也帮他念经 或者是做了佛事 佛事后来松懈下来 这长辈心里还是放不下 还是有一些厌弃 甚至于 跟我们完全没关系的人 像我们昨天到聚雅公司 在忠孝东路这一边 大楼 这样的很宏伟 应该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那已经义主 就是说换老板 换了几次了 然后才到聚雅 三四年前把这个大楼把下来 每次我们去撒净的时候 像昨天有一位联友 到那个地下室去撒净 突然间 看他很胖 平时看他身体很好 可是到了那个楼下的时候 他怎么样呢 突然间肚子痛到脏都脏不起来 然后有人把他扶上山楼以后 我去撒净下来看到这一位联友 他说他已经 肚子已经痛到很厉害 甚至于告诉我 一直告诉我 我说你救我们 我们是没头没手的 甚至于腰都被斩断 后来我就想到 在几年前我就听说 那个地方本来从清朝到现在 现在是一个寻常 三年我们都连续去 甚至于说连持座 我们都持得很用心 还是有人在那个地方存在 然后昨天我们在那里 经过也有好几位巨洋的职员 身上有一些毛病的时候 了解了 还是过去照了一些因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 那个王雀喜居士呢 就跟我讲 师父啊 我的眼睛到现在还是不太好 我说几年前 我不是叫你到屏东 到潮州那个儒医师那边 去看那个眼睛吗 他一跟他看 他说你这个眼睛开刀也没有用 我问他说 为什么没有用 他说他这种眼睛是没有办法开刀 如果碰到一些想要钱的医生 大太就会说 帮你开开试试看 后来就有人告诉他 你很残忍耶 你没事看到牛在那里 你跟牛玩的时候去拔那个芒草 芒草的叶子会伤人耶 他不只是用那个芒草的叶子 他用那个杆去射牛的眼睛 把牛的眼睛射到流血 那能好吗 已经把那个四神经弄坏了 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前天上来的时候 我们这里有一位 林薇药律师 她十多年来 她为她的眼睛所苦 然后呢 一次一次去医 让她维持到现在 前几天去眼睛去开刀 发生很大的问题 其中有一样 就是跟那个王确许基士 完全一样的 她说你过去身中 看牛啦 我不知道这里 现在年纪大的人不太多了 我小时候就看到人家 不上学了耶 乡下的地方拉牛到那个 有小水塘的地方 像现在天气那么多 牛就到那里面凉快去啊 那你想想 水塘大不大 不太大啦 一条牛下去 第二条再下去 没有路了 那那个林律师呢 前天晚上 人家才跟他讲的 你很残忍耶 你牵牛来看看水塘里面 人家的牛站满啦 就想说 你们家的牛牵走了啦 轮到我们家的牛下去洗澡啦 他们就像天气这么热 吃完炒 我就让我们的牛凉快嘛 你知道吗 他说 你竟然用芒草 去打牛 你看牛大概 下去只剩一个头在那里嘛 牛也不知道 人家要绑他那眼睛 张着大大的 牛眼睛很漂亮 可是张起来很大 他用这个芒草 就去打眼睛 他说 那个牛的眼睛就是这样子流血 前天晚上 他来跟我讲到他的眼睛的问题的时候 就有人告诉他这个事 今天早上他来啊 他说原来开刀以后 有很多问题啦 就是很多很多挫折 那昨天前天晚上有人就告诉他 医生一定很生气 他是明依业 跟你开了眼睛 你现在变成这样子 他一定很生气 果然他昨天回診的时候 那个医生就说 真的很伤脑筋 没有人像你这样子喔 他是明依业 开到这个病人 这几天折腾得很厉害 我说 林律师 你要不要今天勉为其难 来这里真正献身说法 我记得我们上个星期 在地藏法会的时候 他临时告诉我 说眼睛开好以后发生问题了 又有替他求插口 我想他现在来讲活生生的例子 还有关于祖先啊 因为我想他们夫妻两个都是很虔诚的喔 没有想到不是不愿意拜祖先 就是因为兄弟之间讲到 那个祖先安放在哪里 根本要跟他讲的人完全不知道 祖先也训为他一个 林薇瑶 居士一代 慢慢走 慢慢走 从边边撒过来 我们人啊 从会不照月 如果照了月 真的 这个受报真的是很可怕 他有很多事情 我来请他来跟大家讲 以前我曾经让他讲过 考一个律师 考了多少呢 然后怎么样成就呢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现在坐在这里的有很多 有些是在国外 有些将要出门啦 自己如果在家里真正有学活 我们要真正了解 出去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经本翻 我们要做的话 我们要做的 祖和菩萨 师父 各位厂师师父 还有在座的各位图友大众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是林薇瑶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火深深受报的例子 那很感谢师父今天有这个机会 让我来这边 跟我所傷害的眾生求懺悔 那我大概是在30年前 大概是1988年 開始親近師父 那時候是因為我的二女兒出生 在台大醫院出生 第三天要辦出院的時候 醫生告訴我說 我這個女兒整個臉都黑掉了 停止呼吸了 可能心臟有問題要急救 必須住在嬰兒交的病房 要我們大人先出院 小孩子留在那邊 可是過了一個禮拜以後 醫生說你這個小孩子沒什麼問題 就出院了 可是出院以後 那個小孩子就是前身短啪啪的 像一團肉球一樣 然後 吃也吃不好 睡也不好 睡不好 整天都吵吵鬧鬧 然後到了兩三個月的時候 頭也抬不起來 然後到處去 求醫生問了半天 然後才告訴我們說 可能是腦性麻痺 那腦性麻痺的原因 可能就是在醫院那段時間 在醫院那段時間 因為他停止呼吸 腦部的神經 腦部的神經受到的傷害 所以說造成他 他變成腦性麻痺了 大家經常可能看到我跟我的同書 推著他來這邊參加法會 做得比那個女生就是這樣子 那時候我的父親因為每天都聽師傅在電台獎金的活教節目 聽到師傅有講到因果的關係 然後就經過徵求師傅的同意 我們就到嘉義的大院金社去請教師傅說有關這個小女生的事情 然後後來當然陸陸續續有很多因果的事情就出現了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一直開始學和親近師傅 然後也開始持術持奏送經求唱的這樣子 然後大概在我是民國我是1975年才到法律系畢業 那當了兩年兵回來 那同學大概大家都講說 法律系畢業如果能夠考的律師或考的法官能夠服務更多的人 就是做個公正的法官對大家都有好處 所以大概從1978年左右開始就準備考試 白天上班然後晚上下了班回家休息一下 最後才是在12點鐘左右的起來 讀書讀到天亮然後再去上班這樣子 讀書去考試 可是每次考試考下來 放榜都是沒有我的名字 成績單寄來距離考試的及格的標準 不是差0.5差0.1差0.5就差一點點 然後雖然心情很沮喪很挫折 但是還是想說應該還是自己努力不過繼續努力 然後就從此心情又開始下一年的考試的準備 可是一年又一年每次都是名落順傷 都是那種0.1、0.2的打擊 心情實在很沮喪 然後到了大概1990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已經親近師父一兩年的 我的同學說 我們是不是這個事情來請教師父一下 我說笑死人了 讀書考試是自己要用功的事情 自己認真不夠 應該更努力才對 怎麼要去請教師父呢 可是我爸爸說 還是來請教師父一下吧 然後我們就到那時候 師父已經在能人士了 我們就讓能人士去請教師父 結果就有人出來告訴我們說 過去生我跟同鄉的一個 另外一個人都是橘子 那要到那一年要上京去考科舉 那因為我那個同鄉的橘子啊 他的能力比我強 他的成績也比我好 我擔心說同樣去考試 他會考的比我好 所以我就 因為我家裡比較有錢 他比較窮 在要出門考試前 我就 請人搬一個很大的石頭 去擋在他家的門口 讓他不能出來 不能去考試 然後也把路也破壞了 讓他不能去參加考試 等到他想辦法 以前也沒有現在那種聚聚啊 他一個人 一個魂魯的書生也沒辦法把那個大石頭搬開啊 等他想辦法出來的時候 已經悟了科期了 所以我就是悟了人家的功名 當然他對我 也不會 不會原諒我 當然也是要障礙我的功名啊 讓我的考試 永遠考不好 就是在 在每次考試的時候 就是差那麼一點點 那時候的感覺就是 就是私人讀喬罪啊 灌溉滿精華 同學都一個一個 一年一年的考上了 就是我一個人考不上 可是同學都說 你的成績都比我們好啊 你的能力也比我們強啊 你也不會比我們差 你的法力見解也比我們差 你辦事的能力也比我們強啊 怎麼會你會考不上我 可是我就是考不上 那一次處理的那一次的因果之後 大概在1991年我去考試 那一年 第二年放榜的時候 我就考上了 可是 放榜的時候還是有一個曲折啦 就是說 那時候因為我人住在台中 那放榜是在考試院貼榜 那我沒辦法自己到台北來看榜 那就透過同學 透過朋友 給我參加考試的朋友去 幫我了解看看 有人說你考上了 有人說你沒有考上了 消息很混亂 那天早上一個星期上八下的 那時候台北有一些補習班 雖然我沒有參加補習 但是有些補習班 他也會辦人家查榜 那我就去打電話去補習班 說拜託你幫我查一下 我叫林維瑤 請你們幫我看一下 今年的榜單 律師的榜單有沒有我的名字 結果他們看了半天說沒有 那我這個整個星又沈了下去了 可是又有人說我有考上啊 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我的同學就透過一個親戚 他的朋友在考試院上班 然後他就說打電話去考試院 請他那個朋友幫我查一下榜 然後後來回報回來說 父母說我的準考證號碼是幾號 我說我是幾號 然後核對一下 那個榜上有一個叫林維瑤的名字 那準考證號碼也是我的號碼 所以說確認是我考上了 所以說即使是考上了 人家我告訴我過去造了業 然後我求懺悔 一直送信回向給他 一直跟他道歉 一直求懺悔 然後他讓我考上了 可是在我考上那一陣子 還是要作弄一下 作弄我一下 讓我這個心情在那邊七上八下 最後才確認說考上了 這個是我自己過去生造的音源 造的惡業 那當然這個苦了那麼多年 有了師傅的幫忙 知道過去的因果 然後才能夠解冤是解 才能夠有這個考上律師的機會 那考上以後當然我也很努力的工作 那當然能夠幫忙人 盡量幫忙人 然後到了2003年的時候 我在有一次開會的時候 因為會議很擋常很無聊 我就拿了那個會議的資料 左右眼輪流看 那忽然發現說怎麼 右眼的左下角有一個地方看不到 趕快去看眼科醫生 家裡霧金的眼科醫生 他們給我做一下檢查 說你這個可能是有青光眼的現象 你要到大醫院去 然後我就到大醫院去檢查 然後也是透過朋友介紹 找到一個很有名的青光眼的醫生 然後這個很有名的青光眼的醫生 從我瞳孔看進去 看了一下 兩眼看了一下 第一句話就跟我說 你的兩眼的視神經 都有90%已經凹陷了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雖然我們當時的視力 還算是好的 還是有大概1.0 1.2左右的 矯正以後有這個視力 可是我的視神經已經90%壞掉了 已經瀕臨失明了 那視神經是不會再生了 只要他壞掉就不會再生了 那通常青光眼的症狀是說 你的兩眼壓的時候 因為你的眼睛的防水太多流不出來 擠壓到你的微血管 然後讓視神經壞死症 視神經得不到血液的補充 那會壞死 那青光眼的症狀都是眼壓高 然後口會痛 眼睛會脹痛 可是我這些症狀都沒有 而且我的 通常青光眼涉量的是說 你的眼壓不能超過20毫米拱柱 可是我從來就沒有超過這個數字 然後 這個看這個醫生 他跟我說我四人性90%已經壞掉了 那我說幫幫忙 拜拜多醫生請你幫我治療 看我要怎麼治療 怎麼治療都可以 他說 我看似很難啊 你還是不要找我好了 他根本就不肯不肯幫我治療啊 那這是我的果報啊 那時候因為很慌啊 那趕快去請教師傅啊 那當然就有很多很多很多 過去生造業的事情出來啦 比如說我過去生曾經販賣假酒給人家吃造成全村人 都失明了啊 或者說我抓了大魚 把那魚的眼睛挖出來 把那個魚的眼珠子當作珍珠 來一目混珠去賣的去騙人家啦 或者是說 用鐵錘去擠打人家的眼睛啦 當酷吏的時候 用熱鐵片 請求人家用熱鐵片去燙人家的眼睛啦 或者是動不動就隨便把人家的眼睛挖出來啦 諸如此類的可以說 不生媚舉啦 就是造了太多太多傷害人家的眼睛的業了 對不起我先打斷一下 林律師講的這些一次一次的 不是一次跟他講喔 眼睛不舒服啦 就說哎呦 我醉出眼睛又不舒服啦 去講 你們剛剛聽到嗎 壞了百分之九十 本來很快就會消掉 因為當時他們已經吃素 也已經不殺生 而且兩個夫妻都很用功在持作念佛 可是持作念佛是持作念佛 我傷害誰我都不知道 他當然不甘願啊 你當然你有回想給那個大魚 可是你沒有回想給我 是一次一次 只要眼睛壞了 在當時那些人講的時候 我有時候還會想到 他賣假酒跟這個有關係嗎 後來看到賣假酒讓人家吃到眼睛蝦了 那是以後的事情 他講的是前幾年喔 所以這個因果真的很可怕 那時候 2003年那時候剛好是SARS很嚴重的時候 那可憑醫院也傳出院內感染 所以各大醫院大家都不敢去 所以我也不敢到大醫院去看了 然後就是當時有一個朋友介紹說 在外縣市有一個很有名的眼科 那他有個醫生他手術的技術非常好 非常高明 然後就推薦我去看他 那我也就去了 然後他一去他看我的眼睛他就說 照理說他應該要先讓我點一點點眼壓 降低眼壓 觀察一段時間 可是他沒有 他就說你這個眼睛來開 做個手術開個刀就好了 那我那時候也不懂啊 那也不曉得青光眼到底是什麼 那是後來上網查了 也就知道說青光眼的是什麼原因 是四神經壞死的原因 那四神經不會再生 那情況也是不可逆的病 就是壞掉 四神經壞掉就不會好了 那到最後終究都會失明了 那那個醫生跟我講說 你開的刀就會好 那我們就去那個外縣市的醫院去開刀 那天就請兩個朋友開車載我們去那邊 然後朋友就回家了 然後我們那一下午就在那邊手術 那手術也沒有全身麻醉 就是可能大家做過白天上手術的都知道 就說局部麻醉就是一個針 從眼球插下去在麻醉這樣子 然後他也是這樣一針就插下去 從眼球插下去 那這跟我自己照月修挖人家眼睛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然後因為只有局部麻醉 所以醫生在我的眼球裡面挖來挖去 動來動去 我都是知道的 可是我也沒辦法去 沒有辦法去反應說 我哪裡不舒服 我只能在那邊忍受 那那天晚上他手術結束以後 在我眼球裡面塞了一塊 沙布 那讓我可以說是痛徹心肺 通常我們一顆沙子 跑到眼睛裡面就很不舒服 更何況在眼球裡面 塞了一塊沙布 然後他也沒有給我吃止痛藥 也沒有給我什麼 那整個晚上 他們那個診所下班的 就比如我跟我的同修兩個人 在醫院裡面 熬了一個晚上 然後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他來告訴我說 唉唷我就是昨天在你眼睛裡面 塞了一個沙布 你才會這麼辛苦 現在我把你拿出來 你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開了那一支刀以後 那一支是開左眼 開完刀以後 我的左眼就看不見了 那時候我的右眼還比較好一點 可是我的左眼就看不見了 在家裡休息一個多月 然後經常去外縣車回診 然後到台北也有個診間 那有時候禮拜六 禮拜前去那邊回診 然後他也是告訴我說 你這個好像有好一點 然後你盡力看看 你能不能看得到 你可以看得到的話 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大的 對他來說是一種很大的福音 可是我就是看不到啊 那他也沒有告訴我什麼 那通常後來我才知道 任何人只要眼睛一動過手術 很快就會有白內障 那那時候我的眼睛已經 產生白內障了 那他也沒有告訴我是白內障 他就是說 你再看看嘛 你再看看嘛 然後後來有個朋友 看我這樣 看我這樣不是辦法 他就介紹他 他各個同學是 也是一個大醫院的 專門看清光眼的醫師 然後他 我去看這個大醫院的清光眼醫師 他說 你這眼睛就白內障了啊 當然看不見啊 然後就馬上就動了白內障的手術 然後手術完以後 左眼就看得見 但是視力已經從原來的 大概1.0左右降到0.7了 然後他就說 你這兩個眼睛都要 都要點點眼藥水啊 來控制眼壓啊 然後就開始 從那時候開始 一直看他 十幾年來 十幾年來都一直在看他 然後再點眼藥水 然後可是 視力就慢慢的退化 右眼本來就不好了 然後 後來也做過白內障手術 也做過清光眼手術 可是 那個手術跟以前一樣 都是用 那個局部麻醉 就是眼球 插一個針麻醉一下 然後再眼睛挖來挖去這樣子 這個也是葉啦 可是 還是慢慢的不好 到後來 他跟我說 你這個就是 清光眼末期的症狀 你的眼壓應該降到12以下 可是他把 目前市面上 所有買得到的 降眼壓的眼藥水 都給我用了 可是我的眼壓 總是沒有辦法 控制到12以下 他 他告訴我說 你這時候是清光眼末期的症狀 這沒有辦法 那我心裡想說 那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我可能在幾年就會失明了 那這也是我自己的火爆 那我當然也要 那個症狀經面對去接受 那因為我曾經聽過 其他醫院有一個醫生 他很有名 他做一種手術是 是在眼睛裡面 鑽一個引流管 把防水引流出來的 然後 我就去看著他 可是去看著他的時候 他看到我檢查的結果 我就說 你這兩個眼睛都不好 那如果要 要控制的話 就是手術 那因為他講話 他可能 因為很忙 病人很多 每次一個診 一個下午的診 都看一百五六十個病人 所以他很忙 很簡單就講兩句話 就 就結束了 他就說 你如果要 要治療的話就要手術 我說 請教醫師 這個手術不是要有什麼功能 他說你的兩眼睛都不好了 還怕什麼風險 我想心裡也是啊 我心裡想也是啊 我就 都看不見了還有什麼風險 其實 手術不好也是 也是 應該的 這不是醫生不好 是我自己的眼睛不好 我們這裡有很多醫生 學活 比如說 這個病不該 那樣用藥的 他絕對不那樣用藥 我們這裡還有一位 從台中來的張醫師 很多人 牙齒讓人家弄不好 我就說 沒辦法來去找我們張醫師吧 我們有很多人有 牙齒不應該拔 很多去到牙科 像現在 腎臟沒有什麼不好 你要洗腎 那牙齒不好 你拔掉一定要止牙 我們張醫師也救回很多人的牙齒 所以 一個好的醫生 就算是他的眼睛不好 他不應該講那種話 你的眼睛都已經不好了 不是用安慰鼓勵的 還跟你降到冷水 真的是很殘忍 我們這裡有很多 以後要當醫生的 希望你們自己的心念 跟佛菩薩的一樣 否則的話 自己將來如果在不應該亂醫的時候 草見人命的話 可能自己的那個夜果包也會很可怕 不好意思 其實那個醫生 只是他講話的口氣比較冷淡一點 其實他是 他是很好的醫生 是一個很熱心的醫生 只是我自己誤會他的 然後因為我聽到這樣的話 我也嚇到了 後來跟家裡人討論的結果 我還是決定去手術 就是最近這一次嗎 就是最近這一次 好 然後 就是 決定 7月24號 就上禮拜二去住院 那通常他告訴我的手術是說 禮拜二住院 禮拜三手術 禮拜四如果沒什麼問題就出院了 可是我去 禮拜二出院 禮拜三手術出來以後 情況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他是全身麻醉 那以我過去的經驗 全身麻醉因為要插管 出來以後喉嚨一定會受傷 喉嚨會有一個禮拜來不舒服 吞嚥很困難 可是這一次 可能他們的麻醉醫師的 插管的手術技術很好 我的喉嚨也沒受傷也沒有不舒服 然後眼睛也沒有 手術以後那種刺刺的不舒服的感覺 覺得這個醫師技術是蠻好的 心裡也蠻愉快的 然後他那天手術完以後 他跟我講說你還要住三天 因為給你移植了一個抗膜 那怕有牌子 必須在住院 住到禮拜六打三天的抗生素 然後我就乖乖的在醫院裡面 打三天的抗生素 那因為禮拜六 他是在另外一個院區門診 所以他 我沒有辦法給他看 然後但是 手術以後 眼壓就降得很低 大概就到七左右 那眼壓太低的話 會讓你的眼球扁掉也不行 所以 那天他就 第一 第一天手術的時候 他已經有幫我打一點玻璃體 然後 禮拜六那天 早上他出院的時候 住院醫生幫我量了一下 眼壓是七 他說還是有點低 是不是讓我打一點玻璃體 我說好 他說 可是他說主治醫師不在啊 是不是 請總醫師來幫你打 我說好啊 總醫師來打的時候 總共來了三個人 一個人幫我 先 當然是要點一些麻藥啊 抗生素啊 消毒一下 然後 打那個玻璃體的時候 是三個人七手發腳 一個人把我的上眼皮剝開 那一個人拿著針筒 一個人拿著 戳進我的眼睛 然後另外一個人從 針筒後面推玻璃體 這樣就慢慢推推推 七手發腳弄 半天弄好了 那我覺得 打好以後 休息了十分鐘去量了眼壓 有稍後回來到 到九 那他覺得說這樣可以 我可以出院了 然後我們就回病 準備出院 可是我忽然覺得說 這個怎麼 本來眼睛好好 現在變得很刺痛 很痛的就對了 然後 因為剛好在醫院 然後就趕快 我同意說 既然這樣還在醫院 趕快跟醫生講 那醫生就說 那你們看是要下來樓下檢查 還是要到另外一個院去 給主治醫師看 然後我們想說 既然如果能夠再下來 給醫生看一下 如果沒什麼問題就好 不用再牽一條 要跑到另外一個院去去 給主治醫師看 然後下來的那個 住院醫師給我看 就說 不好意思 剛才給你打 打玻璃體的時候 那個針 不小心刮傷你的腳膜了 這個也是個業障 然後我們想說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還是 趕快到另外一院去 給主治醫生看 再看確認一下 比較安全吧 然後就趕到那邊去 那個主治醫師一看 就說 對不起 他們把你的腳膜割傷了 他們的技術沒有辦法 然後就說 好吧 你就回去休息啊 他還很好一點 拿了一堆魚 魚油說你這個回去吃 會潤滑一點比較舒服 當然我不敢跟他說 我是吃素 也不敢跟他拒絕啊 我只是說 好啊謝謝謝謝 但是我當然也不會去吃 那些魚油啊 然後 禮拜六回家就休息 然後 眼睛張開是 看得見東西 可是是模糊了 禮拜五啊 禮拜五三個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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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休息 那個一兩天 刺刺的感覺就 就比較好了 可是到了 禮拜一那天晚上 禮拜一下午就眼睛越來越模糊 到了禮拜一的晚上 我整個眼睛又 被一 一層白白的霧遮住了 什麼都看不見了 那因為第二天 那個醫生 有 有門診了 馬上又跑去 給那個主事醫師看 他說 去照一下超音波看看 超音波一照 左眼的脈絡膜掉下來 把眼球擋住了 那脈絡膜是什麼東西 我從來也沒聽過 可是就 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他又說 那再來打 人工玻璃體 把這脈絡膜推回去 然後 很神奇的 就是他打了兩次脈絡膜 人工玻璃體以後 那個 白麻麻霧霧霧了一片 不見了 眼睛又看得見了 然後就說回家休息 然後 再來 過了兩天 眼睛又開始看不見了 然後跑到 又趕快跑到 醫院去給這個 組織醫生看 他說 先是到 到總院區 給那個 住院醫師看 他說 他說你這個是眼球內出血 因為出血擋住你的 擋住你的 那個 眼睛 所以就看不見了 慢慢會吸收了 可是我們還是不放心 又跑去 總 點那個組織醫師看 他說你這個就是大量出血 他說 你怎麼搞的問題這麼多啊 別的病人都沒有你這麼有問題 我就說 唉 我業障重啊 然後他又有幫我 馬上 他的技術比較好 他馬上用針 在我眼球裡面灌氣 把那個血水擠出來 然後又打玻璃體 然後打 總共打了三針 然後又把 把那些 血塊擠到旁邊 那我又慢慢又可以看得見 那那天晚上 剛好師父上來 我們就趕快來 來請教師父啊 那 就像剛剛師父講的 郭基森也造了很多殺生的業 然後 傷害眾生眼睛的業啊 譬如說 我曾經 騙人家的 鄉下的姑娘 說要帶他們去 學堂讀書 可是其實是 把人家賣到 大戶人家去 當悲女 然後還回去 騙他的媽媽 說你們 要拿學費去 給 給這些 這些小女生 來繳學費啊 然後 騙錢 然後人家說 你為什麼騙我 說你有眼無出啊 我怕你才會被我騙啊 我怕人家有眼無出 然後我自己是 睜眼瞎子啊 我兩眼都 兩眼都 睜得開 大家看我的右邊的眼睛 是正常的 可是我的右邊的眼睛 其實是 比如百分之八九十 是看不見的 那我的左邊眼睛 開過刀 然後 眼睛無神 像個死魚眼一樣 可是 我只能用左眼看 看東西 那現在看到各位 也都是模糊了一片 那這個都是過去身造的業 那那天晚上 除了 我騙人家的錢 罵人家有眼無注意外 還有 還有就是說 像剛剛師傅講的 我是一個放牛的木童 然後因為 別人家的 別人家的牛 站住水塘 我就用那個木草去 打那個 抽打那個牛的頭 抽打他的眼睛 造成他的眼睛出血 造成他眼睛瞎掉了 那眼睛瞎掉以後 他就不能再離田啊 然後主人就會把他賣掉去被人家殺了啊 那這個 所以我的眼睛也會出血啊 就是 應該的果報啊 這個要坦然接受啊 然後還有 還有就是 過去身也曾經 抓了很多魚 然後把 魚的眼睛 刮出來 串成一串 去燒烤來賣給人家吃 這個種種的業 都是跟眼睛有關的 所以我今天眼睛是這樣子 這也是 果報啊 當然我當然 必須要去接受 那另外 那天也有人 告訴我說 因為 我 我爸爸媽媽在世的時候 是住在我小弟的家 然後所以 我爸爸 爸爸的那個 祖先的牌位 就放在我小弟的家 那我爸爸媽媽往生以後 就一直把那個牌位 放在那個 一直放在我弟弟的家裡面 可是我弟弟他們都住在美國 都沒有人在拜 但是 我就是 因為以前 爸爸媽媽有 我是家裡的長子 那家裡 爸爸媽媽也是家裡 祖先 要做祭日的時候 都會告訴我說 今天是阿公的祭日 今天是阿嬤的祭日 今天是阿嬤的祭日 今天要誰做祭日 或者 所以說 我就把這些日子祭起來 每到 祖先的祭日的時候 或是爸爸媽媽的祭日的時候 我們就會 煮一些東西回去 回去 弟弟的家裡 拜拜這樣子 可是我們心裡 一直在想 這樣 不大對 因為 除了祭日 或是逢年過節去 拜拜以外 其他的時間 都沒有在 供奉祖先 也沒有 因為他只有一位姐姐 那個身體也不太好 那他們 他就離家的祖先公務在 弟弟的家 他說 反正我 我都 在國外 沒有回來 這裡就 當成我們家的 好像 主持這樣子 就是說 裡面有事情再回來辦 他們現在自己眼睛也不好 孩子也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忙起來 根本就沒有回去辦 這個事情我們都不知道 那天 前天 才是前天晚上 就非常生氣的告訴他 你是長子的 你怎麼可以 可以這樣子 有些人 所以我剛才講 很多人 對這個長輩 如果跟我說 他在世的時候 我用心就好了 今天我們在座還有 從台中來還有三位 這個 他們是 外婆是住在台中 他們是在台北的 那她的表姐呢 就是說今天今年有法會 請她們上來 其實他們在台中 也是個是旺族 非常有名的那個家族 他們那位表姐呢 是在台中的一位教授 她說 到我那裡以後 因為也是她 爸爸往生以後 她到我那裡 了解很多事情 非常用心 可是她對外婆 雖然心很孝順 我看她回去以後 外婆身體是不太好 舅舅大憨都不太理了 舅舅都沒有去理 可是那位教授他回去以後 外婆的那些什麼東西 她就幫忙她洗 她說 我只能做到我能夠做的 這次那個外婆往生以後 她很傷心 也到那個家裡去做法會 因為她了解了真正是 對長輩我們不能這樣 所以我講如果沒有業障 後來她了解了外婆也是以前 很大很大的業障 她說 很多人去她都不理 她在床上兩三年 死妙要等到她的子孫有空才去 她這個外孫女 經常回去就是 師父你們在那邊坐 其實你坐在外面 都可以聞到那個味道 那個外孫女 經常了解了到底以後 很孝順 就是連外婆她都很孝順 所以她就說 不管舅舅她能怎麼做 她真的很希望 她的外婆再過去 家裡是很風光的人 她說如果她可以 她也介紹她的表姐妹今天 她說今天 今年在做法會 我希望你們也靜一點心 我覺得說 反而外孫女 比她自己的孩子 比她自己的那個 內孫還好 所以 真的應該 了解因果 我相信 像我們昨天到巨嬰 那在地下那些刑場死難的 跟巨嬰的關係嗎 沒有 可是他們要住在那裡 就是連那些都希望能夠救 那我再讓那個林輝堯機師來告訴我 那天晚上他們的長輩 真的有一點生氣就跟她講 就很生氣了 她說你是長子 你要有擔當啊 你怎麼沒擔當 你不要因為弟弟有錢 她說 她說把她的房子當作主持 然後你就不 不把祖先的牌匯請到你家裡來 祖先 過去真造了很多殺業 他們都在受苦 他們也希望能夠跟著我們學活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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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解脫 可是你 放在那邊也沒有人拜 除了 除了弘陵過節去拜以外 都沒有人上香 沒有人拜 這樣不對啊 那我 真的很懺悔自己過去 當然以前也想過說要一直想要把這個 祖先的牌匯請到我的家裡來 但是因為弟弟說 那把他當作主持這樣子 我想他要這樣講 就尊重他的意思吧 可是沒有想到說這個是 讓祖先在那邊受苦 這個之類 我應該要求懺悔的啊 那當然我會盡快的把這個事情辦好 把祖先的牌匯請到家裡來 早晚 早晚逛逛 上香 讓祖先能夠趕快 跟著我們 跟著師傅學佛 求懺悔 然後能夠 得到解脫 那 這個 現在我就是看不到 看不清楚各位 這就是活生生一個 果報的例子啊 那很 感謝師傅今天有這個機會 讓我這邊來跟我 所有傷害眼睛 所有受我傷害的眾生求懺悔 也希望佛菩薩慈悲 讓這些被我傷害的眾生 被我傷害眼睛的眾生 能夠 藉佛菩薩的光明 慈悲 慈悲力量 能夠早日求得解脫 然後 身心安泰能夠 往生希望極樂使見 阿彌陀佛菩薩 阿彌陀佛菩薩 好 我們謝謝 林醫師 謝謝 事實上 因為 我 差不多半個月前 我才從新加坡回來 今天我們在這裡 會有很多拘束 他不管怎麼樣 有時候很多人看醫生 醫生都跟他講 明明都沒有病 為什麼說有病 然後主要人家願意跟他講 那個病很快 就好像你找不到一個鎖匙孔 你不知道哪一把鎖匙 可以開這個門的時候 怎麼弄都沒辦法 然後等到你那把鎖匙孔 你能夠找到了 然後對上鎖匙 你就可以把以前的疑惑解掉 事實上這種事情 很多人說 今天怎麼會有這個法門 能過來幫大家 我說這個也是 我這一輩子 我學佛以後料想得到的 因為我看佛經 看到很多造業受報的 所以我也在鼓勵年輕人說 你不要認為你現在福報很大 如果你自己都有辦法去寫出來說 你造什麼業必定受什麼報 那這個也會落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應該要了解 甚至於 今天我在這裡還看到 有時候自己的孩子 根本就都沒有學佛 一個媳婦 就是因為監主真正學佛 他公公往生的時候 希望人家用佛法 那他自己那邊的小叔 還想好像那個媳婦所安排的 希望真正如理如法 來為那個長輩操護 你知道他們家裡幾個人 做廚師的話 殺業多重 那個媳婦真的每天真是一淚洗臉 然後人家要去幫忙的時候 他們那些小叔 還想到這個要去幫忙的人 現在輪到他婆婆 也是他一個人對著那些人 然後他婆婆 就已經出來就是說 我真的現在了解到這個媳婦 真的對我很好 那這個人 我現在還要講一下 我記得很早 我們還鐵皮屋的時候 他身體不太好 他在洗腎 還搬到家裡去洗腎 然後後來醫生 很多醫生就跟他講 你身體這麼不好 你吃素 但是喔 不行啦 你要吃紅肉 很多醫生都會叫人家 你要吃牛肉 你吃了以後我才要幫你治療 看到很多人就是 本來都已經好好的 因為飲食上改變了 大概他自己 真的也沒有那種經驗 很怕自己死掉 那寧可就吃了 病就急轉直向 很苦惱 所以 故然也有一些人認為說 這個 照世俗的辦法 在他往生的時候 叫人家來幫他 來練一個經就好了 其實不是花錢的問題 你心裡 是不是真正孝順這位長輩 在我們小的時候 他怎麼樣把我們拉拔長大 等到我們大了對不對 對長輩我們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我看到很多痛心的事情 我看到很多孝順的人 那 很多人到我這裡以後 別人就會問 那麼多地方 一定要到敬年念佛會嗎 或者一定要到嘉義嗎 他們講真的有一點不同的時候 很多人絕對不肯相信 這些居士們有時候會說 我以前不是簡單的人 我真的那麼好騙嗎 喝酒吃肉到馬上就可以把那個肉斷掉 酒斷掉 甚至於說其他的一些不好的習性斷掉 然後自己真的有親自經驗才會體會到說 學活其實不是向我學習 是學活 我只是告訴大家一點方法 因為那時候是新加坡有一個 太太每天也是哭 然後有一天 她的女兒告訴我 我媽媽每天 她說今天早上起來很不同 不是用腳跑路 她就是像那個殘障的在地上這樣子 那個屁股這樣推著走 走了兩三個小時都還不停 大家拉她都拉不住 後來我真的從很遠趕去 很奇怪我要去看那一位太太的時候 平時如果要45分鐘到 結果30分鐘到 為什麼 我車一開出門 本來我看紅燈可能要停 結果我到了綠燈就過去了 有時候剛到那個燈就轉了 所以幾十個燈我沒有停下來 結束了十幾分鐘 很不可思議的那個媽媽 我到他們家的時候 她是住在二十幾樓喔 她說你們那個師傅來了 你給他開門 我正好要按電鈴 那個門開了我嚇了一大跳 她說我媽媽講你來了我還不相信 坐下去的時候 他們家那個佛堂很小 一個小的佛像 大家坐在地上 我坐在她旁邊 我說你怎麼搞的 那時候她的女兒就把她叫停下來 她用福建話跟我講 師父啊你不用怕 我不是這個人 她說我不是這個人 我是這個人過氣生的姐姐 我要來告訴你一些事情 然後她講的事情 一年以後要發生一個事情 也都應驗了 我回到台灣 我從來不標榜這個 我是很低調的 結果就有人 我住在京社的時候 有人開的都是賓士啦 BMW 在當時很少這種車的 開來的人 所以要進來求我幫忙 我說 我這裡是一個京社 我也不是神壇 也不是問神的地方 你來要我幫什麼忙 很奇怪 那些人就會料下一句話 你自己要發願幫忙人家 為什麼你不幫我的忙 其實在這三四十年間 我也有認為 根本都不會學活的人 很遺憾的 說在當時如果 多講幾句話 可能會救回那個人的一條命 或者是 她改變了她的某一種習俗以後 不要去受那個果報 所以我現在也只是把 真正像林律師這樣發生事情的 讓她自己來告訴大家 不要認為她是律師 她能夠編故事 她這一輩子 從接觸我以後 很多可以很多錢 可是不該接的case 她寧可不要 我們這裡還有另外一位許俗師 她沒有來我這裡之前 她是宮廟的主委 她做冷氣 很多錢 很多人願意讓她做 可是某一些 現在如果經營不正當事業的 一次可以標兩千萬大開禮 可以佔四五百萬 她寧可不要 她說 我家裡三個月不夠 沒辦法去幫你做 她自己也感覺到 閃掉很多不必要的業障 所以我希望 大家可以不用相信我 可是一定要相信 有今天的因必有以後的果 我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人家跟那個林律師 她來的時候 她說 妳的眼睛 她說 她是今天才講是裡面有初學 那個牛就說 妳用那個芒草 這樣打我們牛的眼睛 牛傲傲嘛 她在那裡面 她是想 我打妳 打到妳痛 妳就自己調 淘起來 我的牛就可以到水塘裡面去 她說 她傷了多少年 她說 妳現在眼睛這樣 是妳傷了妳 所以那一些被她 拐到外面說 我們這個鄉下沒有錢 沒有人有錢請老師來 妳們也沒辦法讀書 帶妳們到都市去 去人家家裡 家裡的那個有錢人 會請老師來教孩子 妳就可以多讀書 結果那些孩子出來 那天跟我講 她說 師父啊 我沒錢 她都把我們買去 她把我媽媽收錢 還去跟那個人生錢 說我 找到我幹人 然後她就說 人家在讀妳 不要 盡錢去學妳 妳有眼無珠 就 還罵那些人 我的錢給妳拿去 還拿兩錢 說 現在開了 還要拿錢 所以是 要幫忙她的人 都不知道她的眼睛怎麼樣 果然她再去找醫師 她剛才也講 妳真的有很多麻煩 她是名醫 剛才她在講她是名醫 遇到她這樣的 結果她自己造的業是這樣 我們下午還要送一部地藏經 我希望大家了解以後 把心都更虔誠一點 不只是為我們的長輩 我們念經以後了解這個經裡面的意義 是拿來自己也要好好的思考 我要做事 我要講話 我動一個心念之前 我應該怎麼樣安排我自己的心 請大家站起來